第138集 此语一出,现场鸦雀无声 但紧接着,又一下子沸腾了 众人推测,百分之八十就是那批孩子干的 这是他的风格 连虚神界的通道都不放过 这么大一株宝药摆在这 你说他能不动歪脑筋吗 依照那孩子的思维,真不动的话 那肯定是该天打雷劈了 我去,这批孩子真是个惹祸惊啊 谁沾染上谁倒霉啊 当初传出他要来补天阁的消息时 我就知道,上古净土要倒大霉咯 你们也不想想那小东西是谁啊 虚神界都受不了他,直接给吃猪了 果然是他的手笔又做了一件人神共愤的事啊 啊,哈哈哈哈 为何我想笑呢 可怜的补天阁长老们 几人脸色发黑 气得蹊跷生烟 推测到是谁后 这帮官吏的人竟没有一点同情心 相反还这么幸灾乐祸 追 追 卓云长老狂话张开血盆大口 生死力竭地吼道 对 快追 那熊孩子连根都挖走了 赶紧追上 再栽种下来肯定还能活呢 另一位长老说道 很快 他们就发现了小不点纵身一跃时 所踏下的那个恐怖深坑 寻到那里时发现 那一脚直接让岩石地面都崩碎了 这与他在虚神界破十亿记录时 所造成的结果相当 这一刻众人惊呼 天哪 果然是他 猜测是一回事 真正被证明了又是另一回事 这皮孩子太坏了 将补天阁的宝药 就这么轻易地给盗走了 别愣着 赶紧收紧天罗地网 现在一起抓这个小贼 卓云长老化身成大喇叭 不顾形象 气急败坏地吼着 第二战场被封锁了 他们相信小不点插尺难逃 一定会被捉住 他们沿着皮孩子逃走的方向 一路追踪了下去 当看到他一跃而起 就横跨过一道山岭的痕迹时 所有人都倒吸冷气 这种体魄果然逆天 令人悚然 一些人暗中叹道 露出兴奋的目光 十一 有对手了 恐怕还得等上两三年呢 这熊孩子年龄还是太小了 另有人开口道 一路追踪 补天阁众人的脸色发青 因为在路上 他们捡到了一小块灵药残片 上面有清晰的小牙液 这一刻不要说是补天阁 就是观礼而来的众人 也都心疼不已 好一个败家子啊 宝药是这个吃法吗 不说将来可以蜕变成圣药这茬 就说你采摘到了 也不该直接啃掉啊 应去炼药那样效果才最佳 这小东西 直接当成了胡萝卜 直接吭驰吭驰给啃了 这得多么的暴舔天物啊 恐怕连药效的三成都不能完灰出来 熊妃长老暴跳如雷 气死我了 卓云长老呢 更是扑的一声气的 吐了一口老血 这败家的孩子 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来呢 不知道这是黑沙莲吗 他扬天嘶吼 小不点赋肥 我当然知道是黑沙莲 生吃熟吃 还不是一样要吃掉 对我来说没什么区别 只为突破第六洞天而已 同时他挠了挠头 当时跑得太快了 居然有残业掉落 这有点浪费啊 如果被众人知道他的想法 并抓住他的话 一定会当场按在地上 先拍一顿再问 这也叫浪费 你肯萝卜似的吃掉那才叫浪费呢 最终 一路追下去 补天阁又捡到了一条根须 卓云长老当时双眼发黑 差点昏过去 这熊孩子连根都没有放过 给吃了呀 你怎么连根也吃啊 熊飞也急眼了 咆哮连连 不天阁的人彻底绝望了 连根都给吃掉了 不可能再复活这种黑煞连了 让人心疼沸腾啊 不是饱药吗 全身上下都是饱 自然不能浪费 都要吃掉 小不点心中自语 对他们这种表现很不满 你们才是浪费呢 连根都要浪费掉吗 浪费可耻 幸好 卓云 熊飞不能听到他的心语 不然 飞气的再次吐血不可 别让我抓住他 不然 我一定也要对他做出点人神共分的事情来 卓云是怒吼 熊飞也差点泪流满面 自从这熊孩子进入不天阁 这两天就没消停过 让人抓狂的事 一简接着一简 果然不愧为虚神界众人口中的人神共分呢 一位长老下命令 将第二战场给我翻过来 上天辱地 也要给我寻处 不能放过 这个时候 一群年轻的男女 迅速的没入山林界 向四面八方搜索 这些都是补天阁真正的弟子门徒 年龄都在二十岁以上 极其强大 人还不够 虽然封锁了此地 但是地方太大了 他万一躲起来很难寻到 再去请人 这一次 补天阁轰动 最终 但凡还在门派的弟子都被争掉了过来 密密麻麻铺天盖地 将第二战场给淹没了 这件事自然传到了虚神界 当场引发轰动 人们惊叹 熊孩子的惹祸能力 竟然逼得补天阁 要挖地三尺 将他寻出来 果然是惊人 哎呀 补天阁好可怜哪 虚神界各地都在议论 一时间 奶丸又成了最热点人物 引发众人的猜测讨论 更是不时惹来打笑 可怜的补天阁 处在了风口浪尖上 不时被人取笑 让他们愤愤不已 发誓一定要寻到奶丸 关进净土中 慢慢的石道 忽然 第二战场有人叫道来此报喜 找到了 找到了 在哪 卓云长老立起了眼睛 在一个鸟窝里找到三块宝骨 一名弟子赶来 捧着三块精英剔透的宝骨 又又发现了 又又发现了 在一个瀑布后 寻到三块宝骨 有一个弟子带着收获而来 我的 我的 都是我的 小不点在人群中看着 大眼瞪得溜圆 甚是不甘 但也只能在心里叫 口中不敢发声 最终 补天阁只寻出了这六块骨 再无任何收获 这让小不点 尝出了一口气 还有十二块呢 心中多少平衡了一些 而后 他开始改变容貌 小脸依旧圆得像个大苹果 但是却跟以前不太一样了 他挤身小心 不想留下一点线索 混在三千弟子中 人这么多 根本无人注意 而且 他挤来挤去 不断的变化位置 改变容貌 又是慢慢进行的 故此 难以有人察觉 补天阁 几位长老阴沉着脸 将第二战场的一百多位天才 集中到了一起 目光 一一从他们身上扫过 想要看出一些什么 考验结束 最终 熊飞与卓云等人 吐出了这几个字 毛子发绿光 盯着这些天才 认为那熊孩子 可能就混迹在他们当中 慢慢查 只要进了补天阁 补心查不出来 这是几人心中 共同的念头 不过 他们心中 还是很不甘 竟然没有当面 抓个现行 这奶玩 逃得也太快了 会是这些天才中的 某一个人吗 几位长老 相伤过认为 小不点 也许真如某些人 推测的那样 是某种 太古凶手的幼崽 化成了人形 一些异兽 绝对有这种神通 不然 他何以有 那样恐怖的爆发力呢 而且 怎么来无影 去无踪 几个长老怒吼 可恨哪 除却他们外 还有银炮少年 也在心血翻腾 他终于知道 是谁敲了自己两榔头 不仅 阳头望天 差点泪流满面 这愁皆大了 看见没 这就是头角 真容少年英雄 欲视不惊 别人都在感叹时 唯有他一人 傲视天空 爷爷 我看到了 确实只有头上 长几脚的大哥哥 在独自望天 这个少年 果然了得呀 心性超凡 远非一般人可比 一些长老与前辈 名宿都赞叹道 银炮少年 闻听此言 心头历时又有十万只 沾染着泥浆的草原马 奔腾而过 他强忍住了一股 长笑的冲动 结束了 从今以后 你们都是补天阁的弟子 将得到上古净土的传承 好了 现在开始入山门 一位长老吼道 一群人浩浩荡荡 走出第二战场 向着补天阁山门而去 在那山门中 还有一批少年在等待 有十亿 有人皇最宠爱的小女儿 有谷国的皇子 还有太古一种的子嗣等 将与他们 一同经历入门仪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